以色列就这么大点,伊朗这么大,怎么大呀? 所以说以色列表面成天还要,我不去怕伊朗,我给伊朗干,你没真干呢? 真干,你能打过伊朗吗? 那刚才啊,各位看到的这位大哥呢,就是上次诅咒日本的那位,这次呢,又来骗国人了,而且很荒谬的是,俄罗斯对俄罗斯不利的一些消息。 那刚才啊,各位看到的这位大哥呢,就是上次诅咒日本的那位,这次呢,又来骗国人了。 而且很荒谬的是,俄罗斯自家媒体塔斯社都有报道,就连中国领事馆也承认了和泄露的真实性,但国内主播呢,却不止一个在说,这是外媒在招摇,真的是有种模糊同享的感觉。 而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,有群抹粉把莫斯科时报报道称该地的辐射值超出正常的1600倍的报道,打成了谣言。 相反啊,却拿日本福岛和泄露做起了文章。 日本的核污水呢,要到中国了,清华大学研究团队一过,日本核污水将于本月20号到达浙江,25号到达上海,并一路北上蔓延到山东、辽宁等沿海省份。 那么以后,我们的海鲜还能吃吗?我们的海域还安全吗?我们的健康谁来负责呢? 日本排放的核污水,还有60多种放射性元素,很多呢,还是一级的致癌物。 日本政府啊,真是拿全人类的健康开玩笑啊,是让全球物种都为他们的过错买单呢。 在未来呢,我们可能要生活在核污染的阴影之下了,短期之内呢,无论是深海还是渐海的海鲜,都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和影响。 长期来看,放射性同位素是发挥性的物质,它们呢,不仅污染海洋,还可能呢,会存在于呢,土壤空气当中。 这就意味着,无论是食品,护肤品还是衣物等日常用品,都可能会受到核污染的影响。 核污染水别再污染海洋了,也别再危害人类的健康了,更别污染全世界意外生态物种了。 明明是同一套标准,但却只用在了日本人身上,若日本的核废水会流到中国境内,难道俄罗斯和中国就一将之隔,俄罗斯核辐射就不会流到中国境内吗? 事实上,俄罗斯核泄漏的消息是从网上传出的一段视频开始的。 这段视频显示,一名戴着核防护面罩的男子,手拿测试仪,走过一个垃圾堆时,一气的指针突然飙升。 屏幕上显示,最高可见的读数为5.99维希夫,而这个数字已经可以使人患癌了。 更为惊悚的是,视频中那个人说实测的最高值是20维希夫,所以该消息迅速引起世界的关注。 随后,俄罗斯就宣布了自己进入了紧急状态。 但实际上,俄罗斯核泄漏是3月底的事情。 要不是这件事捂不住了,俄罗斯根本就不会官宣自己进入紧急状态。 那要进入紧急状态,说明这个事儿,它已经有一定的严重性了。 而我们知道这事儿的时候,已经是4月6号左右了。 也就是说呢,这个放射性物质已经辐射了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。 但是具体这个放射源在此地滞留了多久,我们都不清楚。 所以,俄罗斯的官方解释和行为就和人们的正常逻辑常识是相互矛盾的。 那么当然人们就会去质疑它。 另外,我们看中国驻哈巴罗斯克总领事馆的公告称, 4月9日,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市宣布自10日起解除因发现放射性污染源而引起的紧急状态。 该放射源为一个工业碳商以上的摄137胶囊。 此事件未对居民健康和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。 目前,哈巴罗夫斯克市生活秩序已经恢复正常。 2023年,澳洲掉了一个药丸大小的放射性胶囊。 别看是药丸大小,但是为了找到它,澳洲政府尽在1400公里的公路上寻找。 而这个东西就是射137胶囊。 人接触到它,不单会导致严重烧伤, 并且使人暴露在相当于每小时10次X射线的辐射下, 而且还会出现呕吐,头晕,甚至死亡。 而且,这个东西具有很强的水溶性, 它会随着水流传播很远, 它的半衰期差不多要30年。 也就是说,这东西不管它多大, 就放在那里不动,它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。 而且,俄罗斯公布的是, 他们在居民楼约2.5公里的一座书店塔附近, 发现了超出正常水平的辐射值。 可是这个射137胶囊,它是怎么掉在那里的? 在那里掉了多久? 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出现在那里? 这些细节它都没有公布, 所以你不公布, 你就不能怪外界质疑你。 而魔共也跟着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, 这事就更让人说不过去了。 因为这个射137胶囊, 它的出现和危害性要远远超出日本的核废水的问题。 而且我们看到, 中国互联网全是跟着俄罗斯一起粉丝太平的, 甚至还不忘拿日本的核废水事件开始做文章。 这就让人无法理解了。 据说日本近日遭受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, 天空发出奇怪的声音, 闪电和雷声呼啸而过, 这一天瞬间变成了可怕的末日景象。 紧随其后的是山体滑坡, 以及瞬间卷走大量房屋和建筑物的海啸, 无数的日本人被洪水冲走了。 然而当地渔民仍然一无所知, 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天气变化。 然而大海中的巨浪猛烈地冲击着海岸上的渔船, 汹涌的洪水迅速席卷了村庄的每一个角落。 日本居民的砖瓦房屋直接被洪水给冲走了, 许多汽车和房屋在水中受损。 居民的活动板房、砖混房屋被冲成了废墟, 成千上万的居民挤在山上, 惊恐地看着洪水避进他们。 在短短几个小时内, 整个村庄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, 一百米高的建筑物漂浮在洪水中, 人们不断死于灾难。 面对自然灾害, 日本就像一只等待被屠杀的羔羊。 对此来自世界各地的网民表示, 日本因为做了太多的坏事, 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 那么这帮人已经神魂颠倒了, 其实日本核废水到底有没有影响到中国? 是真是假, 拿个仪器你去江边测试一下你就知道了。 但是日本的核废水到底多久会进入到中国海域? 这个你也得有个期限对吗? 别天天拿这类视频做文章, 但你的辐射值都在安全数值内。 那你再拿日本核废水做文章, 说影响到了中国, 你这不就是故意的吗? 反之俄罗斯核泄漏有没有影响到中国? 日后自然有人去证实, 当然没有影响这是最好的。 那现在有一个叫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号王, 每天都有在黑龙江的加木斯进行测试。 目前他说这个数值还处在安全之内。 当然还有黑龙江的人在江边进行这样的测试。 大家好,我是丹一。 这是乌苏里江。 乌苏里江对面就是俄罗斯, 也是太阳升起的地方。 现在网传说俄罗斯那边有核辐射, 我们就在俄罗斯边境和俄罗斯一江之隔, 乌苏里江。 现在我就检测一下那这里呢到底有没有核辐射, 大家看啊。 菜0.01, 我一会儿再给大家换一个位置啊。 大家看啊, 这是饶河岛, 对面呢就是俄罗斯, 这是乌苏里江。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在这里检测的核辐射, 看看0.0。 所以呢网传的所谓的核辐射, 在我们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存在。 请大家放心啊, 欢迎你们到我们饶河来旅游度假。 但是你仔细看的话, 你会发现他仪器上的日期是对不上的。 所以连日期都不对, 你怎么能不怪人质疑你呢? 所以啊, 如果黑龙江的朋友啊, 你们要是觉得很不安全的话, 最好买个仪器, 自己到江边进行一下测试, 这个是最为稳妥的。 我们南江这水没法喝的啊, 我上这来打水干的, 排多少人。 同学们请看黑板, 这什么意思? 香港156, 就是说香港被某一个国家占领了156年, 被哪个国家占领? 英国! 大家都知道, 香港实际上分两个部分, 看这里, 这是香港岛, 这个岛是1841年第一次亚变战争之后, 签订中英南京条约, 这个岛割让给英国了, 按照那个不平等条约, 这个岛是属于英国了, 那么这儿呢, 这是半岛, 跟大陆连着的, 这叫九龙半岛, 这个半岛呢, 不是给他的, 是后来租借给他的, 租期多少年呢? 99年, 所以1997年收回香港, 实际就是这个九龙半岛, 租期到了, 99年的租期满了, 所以80年代啊, 英国当时的一个首相啊, 就是总理啊, 是一个女的, 叫沙吉尔夫人, 她到中国的谈判的时候, 她怎么说呢? 这个九龙半岛还给你们, 这是租的, 租期到了, 还给你们, 但是这个香港岛, 这是隔让给我们的, 这是我们英国的领土, 这不能给你们, 邓小平非常强硬, 说中国必须收回整个香港, 到了1997年, 全部要收回, 所以1997年香港回归, 还给中国没有? 还给中国没有? 还给中国, 现在在香港的, 住的是哪国人? 绝大多数是中国人, 讲哪国话? 讲中国话, 看澳门, 被哪个国家占了446年? 对, 有同学说了, 葡萄牙, 葡萄牙被葡萄牙人占领了446年, 那个时候还是中国的明朝, 1999年, 还给中国了, 那么住在这里的人是哪国人? 中国人, 讲哪国话? 讲中国话, 台湾, 看, 这有两个数字, 台湾, 被在明朝的时候, 被欧洲的一个小国的殖民者占领, 哪个国家知不知道? 对, 河南国, 被河南殖民者占领了38年, 到了明朝灭亡的时候, 清朝来的时候, 郑成功赶走了河南殖民者, 收回了台湾, 这个时候还是大清, 台湾后呢又被谁占领了50年呢? 日本, 对, 被日本, 那是1895年, 中国和日本爆发了家务战争, 中国失败了, 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, 那么到了1945年, 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, 对吧, 第二次大战, 日本战败了,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, 台湾收回, 所以从1995, 1895到1945, 台湾被日本占领了50年, 那么现在的台湾是哪国人? 中国人, 讲哪国话? 好, 总结一下, 这三个地方, 被外国人占领了100多年, 400多年和几十年, 现在还给我们了, 那里的人还是中国人, 讲中国话, 再看这里, 海南炮, 海参崴, 库叶岛, 博利, 这些地方, 被谁占领了, 知不知道? 对, 被俄罗斯占领了, 这些地方, 原来都是哪国的? 中国的, 都是咱们东北的, 中国的领土, 是大清的, 大清时候, 都是守住中国的, 后来被俄罗斯占领, 还给中国没有? 没有, 他们还吗? 不可能还, 永远失去了, 再也还不回了, 再也回不来了, 那么现在这些地方, 还有中国人吗? 我们住在这里的祖先, 都被俄罗斯杀了。 那么上面的这则视频呢, 已经遭到了全网的封杀, 我不知道这老师, 有没有遭到当局的骚扰, 但是很讽刺的是, 夺你大巫在你田, 而对你又赶尽杀绝的俄罗斯, 魔供呢, 不但连屁都不敢放一声, 却还跟着俄罗斯封杀这段历史, 这是不是对我们国人的最大伤害呢? 好吧, 上面这老师说的, 还是从清朝丢出去的中国领土, 在毛泽东时期, 第一个丢掉的就是156.65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地区, 另一个就是约17万平方公里的唐弩乌凉海地区, 其次就是黑虾子岛被分割成了两半, 这都是在苏联期间丢的中国领土, 而在近代, 江泽民拱手相让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给俄罗斯, 相当于27个台湾, 这细节我就不多说了, 网上都有, 如果有人觉得我们说的是假的, 那么大家可以看江泽民执政前和现在的中国版图的对比, 就一目了然了, 说完了俄罗斯, 我们现在再来说伊朗, 伊朗攻击以色列, 大家都看到了, 可是伊朗随后就撇茄子了, 为什么? 因为伊朗发射了170架载有爆炸物的无人机, 还有约120枚弹道导弹和约30枚巡航导弹, 可是基本全被乙军的盟友美国英国约旦给拦截了, 以色列称他们拦截了伊朗的99%的攻击, 所以这次的拦截也证明, 美国人早就知道这帮邪恶轴型国会发动起战争, 都有提前做好部署, 但是对于以色列是否拦截了99%的攻击, 在中国抖音里的伊朗姑娘提出了质疑, 我看了下评论区, 多数的回复都是比较正面的, 有很多人认为伊朗的导弹都没有进入到以色列, 你让人拍什么视频呢? 但是仍有大量的抹粉对伊朗表示支持, 一个抹粉说道, 伊朗是友好国家, 那些无理诋毁的评论代表不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看法, 不论博主的观点是否正确, 我乐意了解一个伊朗人的看法, 那显然抹粉的思维是古怪的, 如果博主的观点对中国政治不正确的话, 哪个中国人会去试图了解一个伊朗人的看法呢? 或者说他还能在中国网络里看到境外势力的言论呢? 还有的说, 妹妹需要理智看待评论区, 因为会有很多水军1450的破坏分裂的, 中国人民还是很淳朴的, 爱好和平, 没有种族仇恨, 日本除外, 嘿嘿, 这都是抹粉古怪的逻辑啊, 一个爱好和平的人, 他跟日本竟然有不共戴天之仇, 这能说得上是爱好和平吗? 而且既然日本不能从你的种族仇恨中排除在外的话, 那你就是有很强的种族仇恨的, 显然啊, 抹粉是看不到自己的后脑勺了, 他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到底有多么的矛盾, 而且啊, 在中国的网络里啊, 竟然出现了很多AI人, 尽管以色列被迫人送, 但他绝不会轻易放弃, 美国为了装XXX, 宣称以色列取得了胜利, 实际上以色列已经遭到了伊朗的踪击, 美国这种无耻的说法, 通俗的将就是, 以色列尼亚的虽然被打了一把杖, 连中了, 但鸭吃未掉, 问题不大, 因此判定你以色列胜处, 这让内塔尼亚户七不大意出来, 伊朗使用了一些过失的武器, 这些导弹和无人机式仓库中的淘汰货, 成本大约2000万美元, 而以色列为低于这次攻击, 花费了至少10亿美元, 从2000万到10亿的成本差距, 以色列的花费超高, 以这样的成本, 以色列能支持几次这样的攻击, 即便是美国也难以承受这样的成本, 这些数字全世界都在看, 输赢大家心里又输, 美国看似很软弱, 实际上真的没有实力, 还迫使以色列一通低头, 特朗普都看不下去了, 只言拜登你这个弱机, 表面上美国控制了以色列, 但以色列非常清楚, 这次虽然被大众要练, 但气候国和影响更加严重, 今后再对抗其他国家是, 他们将更加不把以色列放在眼里, 并加速与以色列切断关系, 这将在贸易上给以色列带来更大损失, 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, 以色列民众亲眼看到了密集的倒单和无人计, 这样的场景增加了人们的恐慌, 动摇了对内塔尼亚呼的支持基础, 因此老胡子必须恢复面子, 牙制这种石头, 否则以色列的内部将会越来越混乱, 甚至连人们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, 以色列也十分清楚, 美国的最终崩溃已经不可避免, 因此以色列必须在美国崩溃之前, 拖旗如巨, 消除中东所有的风险, 以色列将不惜一切手段, 迫使美国在2024年面临更大的动荡, 解释全世界将见证美国的云落大溪, 正所谓, 已经络, 玩物生, 生态循环, 周二浮世, 生生不息, 这是自然规律, 也是历史规律, 或者叫做历史的必然, 原子弹打蚊子, 确实有点搭材小用, 但问题是, 伊朗有没有更高科的科技来打击以色列呢? 而且以色列如果还击的话, 伊朗会拿什么防御呢? 所以谁猜测都没有用, 真正干起来时, 我们就可以分晓伊朗的军事实力了。 但是呢, 我们不禁也要问呢, 很多磨粉说中国对伊朗的立场是支持伊朗的正当防卫, 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, 伊朗的打击报复算是正当防卫的, 当然以色列和伊朗的恩怨我们很难一下说清, 不过呢, 我从来都觉得, 不是谁跟中国表面的老铁, 我们就可以无条件的支持谁。 以色列就这么大点, 伊朗这么大, 就是地图, 眼口, 你再看看他俩是几倍关系, 怎么打呀? 所以说以色列表面成天, 哎呀, 我不去发伊朗, 我给伊朗干, 你没真干呢? 真干, 你能打过伊朗吗? 你们可能会觉得, 老果, 以色列能打过伊朗, 你要说以色列能打过伊朗, 得是在美国这些国家的武装下, 他只能打过伊朗, 如果要是以色列遭到美国抛弃, 以色列能打过伊朗, 我是你们养的, 有的人会觉得, 老果, 以色列有一核武器, 就是因为以色列有核武器, 你也不用担心, 以色列只能打赢这个伊朗, 为什么? 他有核武器, 他也不敢放, 你往伊朗扔一枚核武器, 伊朗160多万平方公里, 你给炸了, 叫你们, 伊朗还得有多少领土, 不被你袭击, 而伊朗给你扔一个, 说你以色列, 可能连巴勒斯坦, 黎巴嫩都给骨头没了, 为什么? 地方太小了, 你知道吗? 你倒不值得伊朗, 给你个狠的核武器的打击, 为啥没有战略众神? 所以我们看到, 魔共支持谁, 魔粉就支持谁, 连分析的战略都偏袒伊朗, 我就想知道哪个国家的军事实力, 是按领土面积决定的呢? 魔粉总觉得以色列和美国这些国家, 不敢动用核武器, 可是如果邪恶周星国, 要准备搞核战争的话, 你们凭什么觉得, 美国这些国家, 就不会率先使用核武器呢? 所以啊, 魔粉从来看不到自己的后脑伤, 不知道自己的逻辑, 到底和正常世界的人, 有什么不一样? 事实上啊, 伊朗这个国家是比较危险的, 他们把美国当作是大撒旦, 以色列呢, 是小撒旦, 而且这种仇恨治国的国家, 它不是侵略, 它是要消灭这个人种, 所以这个就非常的危险, 那么既然它是以种族消灭为宗旨的, 那么自然美国以色列都不会坐以待毙的, 所以呢, 我相信啊, 如果以色列还击伊朗, 或伊朗不放弃攻击以色列的话, 终有一天, 美国也会被卷入到这场中东战争中, 而魔共, 朝鲜这些国家, 都在等待追加的时机, 以发动大战, 重新细排, 更改世界的秩序, 所以呢, 我认为, 现在决定世界命运的, 要么是魔共解体, 要么是美国发生重大改变, 不然按照世界现在这么推演, 第三次世界大战, 就是早晚的事, 好了, 今天这个视频呢,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,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,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, 点赞, 转发评论, 我们下个视频, 见。